想和你好好谈心 我曾经遇到一个说话时 每一个字都充满了重音的学员 每发出一个字 就像是将一颗水球丢到听者的脸上 每颗音都强调 反而听不出他想要强调是什么 只知道他似乎想要证明什么 在释放内在的声音的时候 他才敞开心房聊到 原来他是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 爸爸五岁就离开这个家 对他而言 愤怒好像比哀伤更有力量 妈妈为了工作 把他丢给外婆 他必须训练自己成为不需要妈妈的孩子 加上外婆又重听 他必须用力放大音量说话 他一路名校毕业 加上高薪的主管工作 都是一种证明 想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声音记录了我们的成长 你听到你自己声音背后的故事了吗 我是魏师芬 愿你的声音和心灵 都能像花一样绽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